很多的事情就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啦 所以在這邊就是要 首先啦還是要感謝我們的 聽眾朋友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一次有辦法來當選議員 真的是 我自己也很驚訝 老實說啦 老實說老實說自己也非常的非常的驚訝 那 那 我覺得這次的選舉過程裡面其實很多的東西可以去 可以去檢討很多東西可以去可以去討論 那包含說 今天其實 記者朋友們也有來 做出一些做一些訪問 那我們今天的電台我們就是 這邊我們當然在線上有 有這個 電台自己的臉書 那同步的也在我自己的個人粉專上 有開這個直播 那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來收看 那 哇 今天有夠竄的 今天 我原題 我原題是 想說這個選舉 我都跟朋友 朋友開玩笑 我說這個選舉選擇 一個禮拜真的銷不用 沒賣沒力 都沒時間洗三口 我都跟朋友開玩笑說 選完 我一定要手機關飛航睡個三天三夜 然後我再來決定 我要幹嘛 然後這個後來就證明這個只是一句 只是一句 就是一句沒有意義的廢話 因為 選完之後 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那 所以就 所以就一路從 禮拜六晚上 然後今天已經禮拜二忙了 三天 大概三天左右 然後 近時連我母親都還沒接到我的電話 對就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 那 當然啦 首先還是要在 我們的 電台節目跟 所有的 聽眾朋友 來 我們長期以來 主持三年多 快四年 我們所有 快樂電台的 聽眾朋友 至上 本人 小弟本人 我 張曉博 最深最深的 謝意 非常感謝 我們的聽眾朋友 尤其是 我們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去掃街 我們去拜票 其實很多的 聽眾朋友都會直接說 我有聽你的電台 我們全家的票都是你的 就是會 就是非常非常熱烈的給予我們支持跟鼓勵 所以 在這邊要 借這個機會 我們選後 選後第一 第一場 這個2022年年尾 選後第一場電台 那我們同步也在我們的臉書上做直播 那 非常感謝 聽眾朋友 還有我們在臉書上收看直播 所有長期關注我們台灣激進的朋友 給我們的這個支持跟鼓勵 所以這一席真的是得來不易 這一席可以說是得來不易 那 在這邊也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 像 昨天 那昨天其實就是 有跟這個議會 因為接下來12月25號 聖誕節就就職 雖然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會是聖誕節就職 因為我個人 因為可能是因為從小 我小時候到大學大學 就是 所以我對聖誕節這個東西 很重視 所以在聖誕節就職我就覺得 對我來說有蠻特別的意義 那聖誕節要就職 距離今天其實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身為一個 議會接下來的菜鳥 其實是蠻緊張 老實說心情蠻緊張的 因為 那天 投完票 我跟大家講我其實是一個有投票魔咒的人 就是說 在 激進黨每一次的大選 不管是2018年 還有2020年 還有這個 應該怎麼講 就是有選議員那幾年 甚至是 我們到台中去反對 言清標發 言寬恆發動罷免的時候 我每次投完票 我都會很悠哉的跟朋友去吃飯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感覺 我感覺 我感覺我們會贏 我就會很自我感覺良好 每次投完票都這樣 然後呢 然後就輸了 對 所以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什麼都不敢做 我今年 今年投完票 我早上去 因為我戶籍在 時全國小的投票所 我早上 禮拜六早上 我去這個時全國小 投票 那 這個 我們線上有朋友問我說 我是不是轉投民進黨 然後 還有人問我說 還有人問什麼問題 我看一下 我們線上有人問什麼時候就任 有人問說 王浩宇說我轉投民進黨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 我們來 回覆一下 我並沒有轉投民進黨 我到目前為止 以後 也都會是台灣基進黨的議員 那這個等一下來回覆 總之我禮拜六就 投完票 那因為 因為嘛 哥瓦位一個多月沒有回屏東了 然後我就開車回屏東 那開車回屏東之後就 吃飯 然後跟家裡人聊一聊 然後下午就 開車在 就是 跟弟弟啊 媽媽他們去投票 因為我們 我們家那邊還是要投嘛 戶籍沒有在高雄 家裡要投票 然後 投完票之後 大概下午 一點多 就看到新聞寫說 投票率什麼有史以來新低啊 都沒有人出來投票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像不太樂觀 老實說 就是覺得不太樂觀 所以 我就有點心理準備 我就覺得 哇 這個 要當選可能很困難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很清楚 今年的選情很冷 那 我身邊其實有一些朋友 他們本來就長期有在做選舉的觀察 所以他們對於估票算票 其實他們自己有一些自己的 自己 熟悉的方式 那 他們就跟我說 如果投票率沒有到幾層以上的話 基本上 小黨就會全滅 因為 就是大黨有傳統動員能力 他們有法度去動完嘛 但小黨沒法度 小黨有的時候 靠的就是 空氣票 少年票 但這些票 如果是說 選舉沒出來 這樣就沒辦法了 結果 我就想說 這可能不太妙 那 接下來就是 三四點 那因為選舉真的是蠻累的 那尤其選前那一個禮拜 幾乎沒什麼睡覺 所以我到三點多 我就回到家 我就直接睡死 睡到開票 我還沒醒 那 呃 後來啦 就是我就想說 我就 我其實也 那時候就有點 不太敢 看手機 我就想說 投票率低 要開票了 好啦 就先這樣就好 我也不太想面對現實 你知道嗎 就有點逃避心態 齁 然後 然後後來大概五點 五點多 五點多瀉了嘛 我五點多瀉了嘛 因為我一開始五回一件事 我以為是 市長票開完之後 才會去開議員票的票箱 所以我都跟我的朋友說 你不用看五點的齁 因為人都會開始傳訊息回來嘛 我就看到,因為我們三民區有一個 就是黃柏林議員,這次第一冠票 他是有請他們的工作人員去各個投票所 有去抄那個票數回來 所以他開的速度比中選會更快 中選會差不多開30箱的時候 黃柏林議員這邊已經開到110箱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排名 欸?我第五名欸 還是第五還是第四我忘記了 我就想說,等一下怎麼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老實說,因為沒有前座民調的關係 所以我在封關民調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數字是第七 那封關民調完之後 我還記得我有在電台上面 我們上個禮拜我還在講說 我的民調不可能,怎麼人家說我第四 我就說那個不可能我第四 因為我自己拿到的是第七 那在選前幾份民調 所以我目前從外面這樣聽下來 我就想說,嗯,這其實都大概是第七、第八 就是誤差範圍內 那那時候聽到的是 包含我啦,跟其他幾個現任的議員 是在那個誤差範圍 在唱第七名跟第八名 第八名就沒有了嘛 那第七名就是有 好,那 恩...跟我們臉書線上的朋友解釋 我們現在在電台直播 所以我的背景是綠色的布幕 然後我們現在不是在跟臉書講話 我們是在跟電台的那個麥克風講話 好 那...OK 那就覺得說,怎麼會是第四、第五 就嚇到,所以就趕快 奢徙 寬寬耶 就馬上從屏東開車回高雄 然後路上就是 也是跟...大家就開始打電話來吹 說什麼,你趕快回來 你趕快回來 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根本連得獎感言都還沒有想 不是得獎感言 就是那個當選感言都沒有想 因為我就覺得說 就是... 就是怎麼想 我都覺得等到底定了 我們再來決定該怎麼做 這樣子 所以我也沒有想那麼多啦 那當然趕快就 回到高雄 然後... 就回到黨部嘛 然後當然就是 主席也來了 秘書長也來了 然後陸陸續續大概七、八點 大致上各投開票所的票 除了讀我之外 其他選區 我們夥伴們的票也都大概出來了啦 那... 後來就是確定 就是...我們三民區這裡 就是... 呃... 就是有機會 在基進成立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獲得席次齁 我們是... 三民區排名第四名 然後我們的票數 我們的票數齁 是148017票齁 14817啦齁 那... 就... 呃... 但是當下... 老實說啦齁 老實說我當下並沒有特別的... 開心或怎樣 因為... 對我來講 我一直以來的心理準備就是 我們要嘛 就是一個黨團進去 要就是... 因為... 對我來說 我在基進的這幾年 不管是以前2014年做志工 做到2018年 這5年 又或者是2019開始進來 呃... 對我來說 我很習慣就是團進團出 你賣就是一群人 好 你要就是團...團體作戰 我沒有在... 我... 我沒有在... 就是我不喜歡那種... 一個人那種東西 OK 那... 所以我... 我當然會在意的就是 我們這次有哪些人進去 那... 結果... 結果那時候其實心情就不是很好 就是說... 呃... 我認為很有機會的... 婷婷跟雨貞 都沒有進去齁 婷婷喜歡... 一雙人舞大色大樹鳥鬆齁 那... 雨貞是第二次參選他選鳳三 所以我其實當下心裡就是幾個想法 就是說... 哇... 我們的目標沒有達成 就是... 本來想要是一個黨團 那最後只有一席進去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 呃... 大家其實真的辛苦很久啦齁 整個七個團隊 七個人... 七個... 高雄七個候選人 阿... 其實大家真的... 辛苦了很久 那... 我自己當然覺得就... 很不甘的啦 我也覺得說... 大家辛苦拼到這樣 而且... 我其實很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 大家其實都有各自很好的生活 可以去過 但是... 大家拋下原本的生活 拋下自己的家庭 來到這裡 啊... 一個小董沒錢沒錢 什麼都沒有 啊... 來這裡... 認真打拼 啊... 結果... 啊... 當然拼到這樣沒選到 有... 有... 但是... 其實普遍來講 我們都選得不好 包括基進 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 什麼... 歐巴桑聯盟 歐巴桑聯盟是全部... 都... 沒當選嘛 齁 所以其實整個大環境 對這個小董事 非常非常不利的狀況之下 齁 那... 所以這幾件事情是說 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嗯... 我們三明區的鄉親 還願意給我們 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七票 讓我們拿到第四名 這件事情是真的 要感謝再感謝齁 真的是要感謝再感謝 非常多的鄉親願意給基進一個機會 齁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一次 時代提名四十幾席 他總共在全國拿到十五萬票 基進提名二十四席 大概...大概時代的一半 時代力量的一半 但是我們拿到的是十二萬票 跟他們差三萬票 齁 那... 這個部分就是 我會覺得說 對基進來講是一個 蠻大的斬獲 齁 因為基進最早 我們最早第一屆當參選的時候 我們是在高雄拿名五名而已 那時候2014年 太陽花運動 剛才結束 我們是拿名五的 這次我們全國 變到二十四的 真的是... 我們有史以來最多人的一次 那... 當然... 有...有...有開心的地方 也有...也有難過的地方 齁 所以... 當然就是... 也是... 儘快隔天 就馬上... 就是... 用車掃的方式 當然接下來還會安排站路口 跟菜市場 就是說我們該... 要... 你選票就是要選給交文 就是... 該...該謝謝 該跟大家... 該跟大家表達感謝的 基本上都一定要做 那... 嗯... 講些個人的部分 就是... 我的手機位26號 但是... 差不多... 開票開到一半 開始... 告進就是... 那個電話真的不停過 齁 啊... 連開直播我都要用那個... 勿勞模式 啊不然人卡進來 都能直播到會在這裡斷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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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真的... 別說了... 就是... 很感謝... 很多人卡電話進來 給我... 給我恭喜... 我的臉書訊息三個月 全部都爆炸就是... 就是... 全部都是恭喜訊息 啊... 當然因為我覺得大家幫忙那麼多 齁... 一定要一個一個給大家回覆啦 齁... 但是因為... 我就一個人而已 啊... 我也沒想到請我做你幫我做這件事 因為... 這也是要自己來... 向別人表達謝意 所以... 我的回覆速度就比較慢 齁... 所以... 今天有看到一些前輩 有在說說... 跟... 像小博選了之後就沒在插他 齁... 這... 不是這樣啦... 是因為真的... 事情太多了... 啊... 當然這兩天還有... 還有印象的訊息... 那也是... 不能說... 就沒在插人啦... 所以印象的訊息也是要去啊... 啊... 一些... 就是... 人會來拜訪嘛 你說... 既然區長就來了 然後... 就是一些長官 就是議會副秘書長也帶團來 就是很多的拜訪 所以... 呃... 我沒有辦法坐下來專心的一個一個打電話給大家 所以我都是用中間很零碎的時間 比方說這邊到那邊 中間要移動十分鐘 我就趕快在車上的打電話 好... 用這樣的方式盡量的趕快在... 一定的時間... 不要讓大家等太久 齁... 但是當然就是... 也很抱歉... 就是真的是... 需要花一些時間 齁... 那... 呃... 這個部分是這樣齁... 接下來要說的就是... 剛才有人在我們的直播裡面問說 我是不是要自己民進黨啦齁... 齁... 我... 這個問題齁... 我分幾個部分來說齁... 受選第一就是... 我們今天大家看到的新聞是... 呃... 黃捷在昨天... 就是有一個新聞是說... 黃捷接下來在... 高雄市議會... 他會加入民進黨... 黨團的運作齁... 那... 今天是我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 這個事情是這樣啊... 就是說... 因為... 我是台灣基進黨的議員齁... 那... 對我來說... 今天我的... 對外的任何決策齁... 齁... 我不能夠自己... 呃... 我議員我選到我最大的... 所以我什麼都... 我說準算... 就是這樣... 我們是一個黨... 齁... 我們是有一個團隊... 所以... 這些東西... 不是說... 張小柏你選到很厲害的... 你就自己說準算... 這也是要... 他有回來... 我們也不自己討論... 所以... 對外... 激進一律都是用黨對黨的模式... 來... 處理這些事情... 齁... 不會說把... 權力交在... 齁... 你有息次... 那這樣他就會變成... 一人零架全黨... 齁... 這個東西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我... 非常... 不認同的事情齁... 一人零架全黨這件事是非常... 非常不應該被發生... 尤其是像柯文哲這種模式齁... 齁... 我昨天給... 這個... 民進黨這邊的... 回覆就是說... 我必須要把這個問題... 帶回到... 內部進行討論... 那當然也很感謝... 就是... 民進黨的黨團... 有來... 這個... 詢問我們是否要加入這個運作啦... 齁... 就是說... 也是給我們... 在議會裡面一個機會... 因為... 一個新人... 激進黨就一席... 激進黨就一席... 議會的狗叫... 是非常非常難做事情的... 齁... 這件事情... 不管是過去... 黃傑還是... 余凱議員... 其實都發生過... 就是... 你是狗叫... 你有很多東西想做... 可是你就只有一個人... 那其實你很多事情... 會做得很... 很辛苦... 很困難...齁... 那所以... 在經過內部討論之後... 今天就是... 我們就是... 跟民進黨這邊來... 回覆嘛... 就是回覆說... 呃... 希望接下來就是... 也可以跟民進黨的黨團... 一起來... 來這個... 算是說團隊運作啦... 那... 未來很多的議題可以共同來推... 然後有一些市政方面... 大家覺得好的... 就一起來推動...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 要跟大家說... 加入民進黨的黨團運作... 這不是叫做... 加入民進黨... 這不一樣... 黨黨團的運作... 是說在議會裡面有一個黨團... 啊... 我們也是自己... 在這個黨團裡面做運作... 但是... 這不代表說... 張曉博... 今天開始就... 為基進黨變民進黨... 這... 這不是... 這個... 不一樣... 這是... 這是黨跟黨集團的合作... 齁... 這不是... 什麼人... 選到之後... 就是... 走到另外一邊去... 齁... 這個... 台灣人民不會接受任何一個人... 選舉完馬上跳槽這種事情...齁... 任何... 這個... 這跟政黨立場無關... 跟意識形態無關... 齁... 選完馬上跳槽... 這個是一個... 非常糟糕的事情...齁... 齁... 所以... 欸...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不知道王浩宇怎麼說啦... 我沒有看他臉書齁... 但是... 因為今天... 其實不只他齁... 蠻多人... 包含有媒體也寫說什麼... 張小...張柏洋放棄民進黨... 欸... 他寫說... 張柏洋放棄基進加入民進齁... 我覺得這都是一種... 對我來說很不公平... 才是撤謊的公法... 齁... 因為我沒有放棄基進加入民進... 我是代表基進... 跟民進黨... 以後在市議會裡面有... 更多的合作... 第一項的合作是什麼... 第一項的工作其實... 就是... 共同支持民進黨推出的議長人選... 那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選前其實就... 不斷的去強調... 我們這次的選議... 除了一個目標... 叫做共同拼過半... 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希望可以光復議會... 那光復議會最好的方式...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拿下... 議會的議長... 的這個形式... 過去... 高雄市議會都是... 一直都是國民黨... 只有... 康育成議長... 在上一屆... 上上一屆有拿下來... 但是... 後來遇到寒流嘛... 所以民進黨其實就變少... 就沒了... 那我們希望說這一次... 在罷寒之後... 其實就是要延續這一股氣勢... 讓國民黨... 的整個... 席次萎縮... 然後能夠把議長給拿下來... 這個是總體目標... 所以... 在這個目標之下... 加入民進黨的黨團運作... 大家一起合作... 共同支持... 民進黨提出的議長...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必要... 這個其實... 連猶豫都不用猶豫... 那... 嗯... 好... 我們再一分鐘進廣告... 因為昨天就有人在說... 我... 你跟我說什麼... 張柏洋... 竟然... 不馬上答應... 還要帶回去討論... 這個有什麼好討論... 說... 說... 張柏洋... 這個... 去跟人家開會... 還... 還... 不先把問題準備好... 當下為什麼不可以答應... 但你要知道... 我... 我背後是一個團體... 我是一個政黨... 我不是... 我不是國王好不好... 所以... 所有的東西當然是帶回內部討論... 這個是非常合情合理... 任何... 任何人跟人之間的合作模式... 都應該是這個關係... 這個還是比較健康... 而且互相尊重的... 所以... 不是說我今天為什麼不... 不當場答應... 而是... 我也要尊重我們內部嘛... 大家也要... 也要互相尊重嘛... 所以... 我覺得昨晚就開始有人在... 帶風向去批評我... 我就覺得蠻... 蠻困擾的啦... 好... 那... 這個部分先講到這裡齁... 我們先進幾個講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快到電報網... 快到狗狗賓...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北... 89.3... 快到華東... 98.3... 快到配偶...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政策武漢... 快到電報網... 馬... 你要去運動喔... 要記得穿得更更更的喔... 有啦... 你看... 我真的穿穿的運動衣... 有更沒有... 上面還會反光耶... 讚喔... 你在等過車路的時候喔... 馬上騎太多前... 要突然有三大步看穿喔... 我知道啦... 老師也說過... 不可以這樣離馬路太近喔... 還有... 過馬路也要注意轉彎的車輛... 不要低頭滑手機... 太危險了... 爸爸... 你要以身作則喔... 快樂聯播網... 關心行人... 用路的安全... 天氣越來越冷啊... 夏天的衣服... 可以準備收起來啊... 對啊... 啊... 對... 你們家的冷氣到不太好... 蛤...冷氣也要收... 當然啦... 你可知道啊... 冷氣不用的時候... 也會撩電喔... 所以... 夏天過... 冷氣的中海關要記憶... 也可以順便穿冷氣的忙... 明明... 用電的更省喔... 生電無分過節... 要得救做就對了... 這聲電方法... 緊就... 自由聯願... 幸福望詹詹詩... 以上講過... 由經濟部聯願局提供... 這是一個上街... 快樂的所在... 一切真主在...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 自由的所在... 快樂愛台灣... 最快樂的電台...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夢...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 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 張曉博... 好... 那個... 我們今天就是... 電台齁... 我們選後第一次開電台齁... 那同時也在... 那個... 張博洋的臉書粉專... 有直播齁...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 你現在幸福斌這個... 準備要下車沒有... 沒有Ready齁... 你沒有辦法繼續聽的話... 你可以... 打開手機臉書搜尋張博洋... 也可以繼續看到我們的直播齁... 因為我就是... 很高的人... 會繼續說到7點齁... 好... 嗯... 這個... 剛剛... 剛剛講到哪裡... 喔... 講到這一場選戰齁齁... 欸... 這個... 這個部分是... 是這樣啦齁... 總之... 總之接下來就是... 呃... 會加入民進黨... 黨團的運作... 我要強調齁... 各位聽眾朋友... 這是黨團的運作... 這不是叫做... 陸黨齁... 這個是...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齁... 我沒有... 改動一齁... 應該說... 我沒有換黨齁... 我沒有換黨齁... 這個要跟大家澄清... 因為... 因為這個... 呃...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理解議會裡面的運作模式... 我老實說... 我如果是沒有選舉... 我也不一定會知道齁... 所以...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賺這個機會齁... 跟我們聽眾朋友來... 來解釋清楚... 這樣齁... 那... 呃... 我們現在臉書留言區齁... 有些民眾在詢問問題齁... 呃... 以後會不主持了嗎? 欸... 其實... 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 這個動産料齁... 動産前... 不要太想過... 想過動産料的問題齁... 就是... 所以以後會... 繼續主持我... 這也要... 也要... 這個... 我們電台這邊... 跟我們當事務長這邊來... 來討論... 看配合的模式是怎麼樣齁... 但是... 我必須要說... 必須要藉這個機會... 也是要感謝我們快樂電台的... 我們的董事長齁... 還有我們裡面所有的工作同仁... 因為... 我跟宇貞... 從2019年... 韓國瑜當選... 2018年尾當選嘛... 2019年的過年... 農曆過年開始... 我們就一路... 然後包含... 當時幫我們牽線的人就是子瑜齁... 所以也是要感謝子瑜... 就是...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在快樂電台... 主持到現在是... 三年十個月... 主持了三年十個月... 那... 很多人都會講說... 小博講話... 很快啊... 歡迎很快三回... 其實... 真的... 這都是在電台... 每天訓練出來的... 因為... 你每天晚上六點... 都要進電台講一個小時... 而且要跟時事有關... 要評論... 你就必須要逼自己... 在上電台的前一個小時... 我們以前要準備四個小時... 最早的時候... 為了一小時要準備四小時... 你就要逼自己去讀新聞... 然後去了解他... 然後知道怎麼評論他... 所以... 那個長期的壓力... 這樣... 一路這樣訓練過來... 其實說真的... 我們就會比較知道說... 東西來... 媒體問的時候... 你... 你... 有可能會說不對啦... 因為我常常說不對的... 我常常講錯話... 但至少說就是... 比較... 不容易... 被問倒... 就是在怎麼屁... 我們也是會屁出一些東西... 對...就是... 我們還是... 還是... 因為那個... 當時的主持的訓練... 啊... 當然... 這個四年... 這... 將近四年的機會是... 我們快樂電台給我們幾個... 我啊... 雨貞啊... 子余... 就是我們當主持的...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主持啊... 不然我們什麼咖啊... 我們有辦法主持... 我們這麼勝率本土的電台那麼久... 所以... 真的是... 很感謝電台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 接下來選上議員之後... 會不會繼續主持... 說真的... 目前還沒有想法... 當然... 如果有這個機會... 當然非常樂意... 繼續在電台上...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啊... 他給我們... 因為我們是全國電台... 所以是全國的聽眾朋友... 來繼續分享我們對台灣的看法... 當然... 未來... 因為進到議會之後... 的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 老實說... 還... 還... 不知道... 所以... 所以... 現在還沒有辦法給明確的答覆... 這樣子齁... 然後... 這個... 欸... 我看一下... 我們線上有沒有人... 聽... 有沒有人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提問啊... 有人說以後... 以後的服務處... 會不會在合體社區... 呃... 基本上...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服務處... 就是所謂的競選總部嘛... 那競選總部... 當初... 就是... 我們就放在... 設立在合體社區啊... 那... 因為我們的租約其實到... 三月底... 那... 未來... 會不會簽... 老實說... 現在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但是... 呃... 我會有幾個考量... 第一個是租金... 因為台灣的議員其實... 沒有租屋補貼啦... 所以我們的服務處... 金額越高... 就是議員自己拿薪水去貼... 所以... 我們... 能不能附和這些... 每個月的管理配加房租齁... 我必須要評估一下齁... 這個... 這個是很...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的選舉... 一個很畸型的東西齁... 就是... 大家都會找議員購物... 啊... 老實說啦齁... 老實說就是... 議員就必須要花自己去... 滿足... 滿足大家的需求嘛... 那... 到了選舉之後... 他就不會有錢嘛齁... 那... 所以... 那選舉要花大錢...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一個循環啦齁... 大家討厭選舉花大錢... 可是大家又希望羊毛... 羊毛會一直出現... 那羊毛出來養身上啊...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身為一個剛進... 就是... 進到政治圈的素人...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我明明都... 我們都看得出來問題在哪裡... 齁... 但是... 但是那個問題就... always不會解決... 齁... 那... 有時候提出問題... 或解決問題的人... 就會被大家檢討說... 你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你為什麼不從善如流... 你為什麼不迎合社會大眾的口味... 所以齁... 這故事真的告訴我們... 有時候齁... 你在走一條孤獨的道路齁... 你要很有勇氣... 然後你要... 你要有... 馬英九的那個... 被討厭的勇氣... 你要... 你要堅持住是一件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一個... 一個... 一個事情齁... 這個是... 對... 這個是... 我覺得... 這陣子蠻大的一個體悟... 齁... 然後... 有人問說... 第四個議會這順... 他... 你可以用多幾種議員... 來自信市長齁... 國語... 客語... 還是台語... 原則上啦... 原則上... 我是覺得跟市長說話... 有... 聽話就好啦... 所以... 台語... 台語... 華語... 這個都會輪流來使用... 我現在真的已經講話講一講... 我就會自己切台語了齁... 啊... 客家位... 因為市長... 他不一定聽話... 所以客家位... 我會老家... 這個... 就是跟客委會主委... 如果質詢... 有詢問到客委會的主委的話... 因為他聽得懂... 那這個部分... 我就會... 來用客語... 跟我們的主委進行對話... 那... 對我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齁... 就是在高雄市議會裡面... 用客語跟... 客委會的主委進行... 進行一個答詢... 這對我來講... 也是... 對我們客家族群來說... 一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齁... 所以... 這個是一定... 一定... 一定會做的啦... 齁... 啊... 那麼... 接下來就是... 整個部分... 要跟我們聽眾朋友... 還有我們線上觀看的... 朋友報告齁... 就是這一次的選舉... 真的... 整個台派選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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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 真的是非常的差... 議員是一件事啦... 但是縣市首長... 北部整個輸掉... 我真的... 不太能接受... 我老實說... 當然... 當然這過程當中... 很辛苦... 出現了很多的trouble... 然後... 整個... 就是... 大家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 一個那麼優秀的人... 近年在台北市... 人沒辦法接受了... 齁... 近年在台北市... 人沒辦法接受了...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看不過... 還有那個高峰... 我也是覺得說太狠... 齁... 就是... 一個... 滿身... 滿身罪孽好像很難聽... 就是... 就是... 這種... 有的沒有的糟糕事情... 結果他竟然還可以高票當選... 這個誰可以接受... 齁...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齁... 這是第一點... 這是個人情感上無法接受... 第二點是因為... 對我來說很簡單... 這一場選舉是... 中共餓死大之後... 台灣第一個回應習近平的民意選舉... 所以... 不管他今天選人是中央... 還是基層民代... 都一樣... 台灣人的選票會決定了... 國際社會怎麼解讀台灣的民意... 結果... 我們快要讓一堆拿的... 那種的賣大的... 那種青春的... 白色藍的... 紅的... 竟然讓他們... 這是大家都很... 我跟你講... 這次選完之後大家都在解讀嘛... 大家都在解讀... 殺人放火的... 貪污的... 詐騙的當選... 對不對... 好... 炸領助理費的當選... 對不對... 好啦... 那個叫做... 政治... 欸... 那個叫做... 可能是道德瑕疵人格... 瑕疵或政治污點... 可是對我來說... 真正的問題不是這些個人的瑕疵... 其實他們背後所代表的是會賣台的力量嘛... 然後他們當選了... 我選前... 再三的在我們的電台... 給我們聽眾朋友提醒... 當然這不是我們聽眾朋友的不對齁... 我相信... 我們聽我們電台的聽眾... 你絕對都是以後侯... 你就可以... 這沒問題齁... 我... 再三提醒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讓藍營的當選縣市首長... 是因為... 會重演當年的藍八線... 繞過中央政府自己跑去跟中國交流的... 這個慘狀會再次發生嘛... 你要想一件事情是... 接下來這些藍營的縣市首長... 他用... 和平... 用義後... 要... 為經濟找出路... 義後... 要為兩岸的和平... 找... 找...找...找未來... 齁... 他用這種... 借靠他去走去中國去... 我就問大家啦... 民進黨政府剛剛有辦法幫他動... 你就算要擋... 你也很難找到一個有利的理由... 你就算要擋... 為什麼... 如果... 中國...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他都沒有太大的動作... 你要怎麼打抗中保台... 打不出來沒有力道啊... 大家不會... 民眾選民不會回應啊... 因為他們對他們來說... 威脅沒有迫在媒體的時候... 他們沒感覺啊... 可是這些藍營的國民黨... 他可以用... 一樣用過去的經濟牌... 用和平牌來包裝... 然後跑過去啊... 啊... 這不就白白就是... 等於台灣人在這一次的1126... 大家用選票引狼入市... 然後大家還引得很開心... 大家覺得... 哇... 我用選票教訓民進黨很爽... 然後... 導致了我們就是... 開這個門... 對啊... 所以... 唉...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選舉... 其實很危險的一件事就是... 尤其是什麼... 你講白了啦... 講白了... 我們那天在開票晚會當天... 我們決定要上台前... 我們主席就說一句話... 他就說... 我就問主席說... 你覺得我等一下就來要說什麼... 因為我們會分工嘛... 就是主席... 主席就是評論... 這個... 全台的局勢... 這一次的局勢... 秘書長就是講說... 然後對黨來講... 這次激進黨在這場選戰當中... 我們的... 掌獲的選票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這邊可能就是強調說... 我們身為高雄的第一席... 或者是... 山明區的... 這個... 這個... 新科議員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會分工... 那主席就給我講一句話... 有點冷... 主席就給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 小波... 這就是沒有韓國瑜的韓流啦... 這個就是沒有韓國瑜的韓流啦... 你看整個... 大崩盤... 有韓國瑜的韓流是... 大家把焦點集中在韓國瑜身上... 然後導致整個藍銀氣勢往上走嘛... 那沒有韓國瑜的韓流是什麼... 沒有韓國瑜的韓流是... 大家把焦點放在教訓執政黨身上... 然後整個藍銀氣勢往上走... 那... 不管... 有... 至少韓流有沒有韓國瑜啦... 我們都要面臨到的是... 13個月之後... 在2014年的1月份... 我們要進行的是中央層級的大選... 那你... 我就問大家一件事... 你看看... 你現在從...看你的同溫層... 看看網路... 看看那些社群... 已經選完第四天了... 還在吵架... 還在找戰犯... 還在吵架... 還在找戰犯... 連我都遭殃... 昨天... 我只不過講說... 我必須要把... 是否加入黨團運作... 這個決議... 帶回內部... 這個提議啦... 帶回內部去討論... 結果我在網路上被一些... 你就很明顯知道他是綠營的人... 就他偏綠... 他的立場跟你一樣的人... 然後... 把他扭曲成... 說... 我拒絕跟民進黨合作... 啊...我就覺得說... 請問一下... 這場選舉... 大家選得很好是不是... 請問一下... 這場選舉是... 大獲全勝是不是... 啊... 選完第四天了... 啊...有機會合作的時候... 還要在那邊... 故意找麻煩... 然後故意曲解... 啊... 用那種... 就是那種... 上對下的口吻... 你不跟我合作... 你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想說... 我還沒記著啦... 我這部就是說... 要把這些東西... 拿回去討論啦... 我還尊重我們... 當來的記者嘛... 結果就變成說... 連我都遭殃... 我想說... 拜託耶... 我... 我就覺得... 那個氛圍是很糟糕的... 齁... 那...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我不認為現在的心態... 大家的心態... 有辦法去面對13個月後的大選... 不會贏喔... 真的不會贏喔... 激進全台灣兩席議員而已... 我不認為激進有辦法扭轉啦... 啊... 整個大環境... 就是現在就在找戰犯... 就是一直找戰犯... 找三天了... 還在找... 欸... 啊... 我不知道耶... 我... 實在是... 覺得說... 有的時候... 很累的啦... 心情... 心情是... 很... 很... 就是... 那種... 亡烈互打... 然後選後互相開始撤... 就是互相... 都你害了... 都他害了... 那我就覺得... 天啊... 我自己心中... 我也有... 我認為是誰搞出來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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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名單啦... 但是我覺得... 那個很重要嗎... 現在選後都應該要的是整合吧... 現在選後大家是坐下來討論一下... 就是... 大家才... 坐下來討論一下... 該怎麼走吧... 13個月後耶... 13個月後耶... 不是... 30個月後... 13個月後就要選舉... 就是要大選... 中央成績的大選耶... 大家想一個事情就好... 十三個月中共都沒有出手... 你要怎麼在這場大選贏回來啊... 如果中共跟這次選舉一樣都... 點點... 大家一直喊說... 習近平的危機... 什麼的... 皇帝任期怎麼樣... 台海危機... 全世界都在關注... 民眾都不在意的話怎麼辦... 如果中共學聰明的都不助攻耶... 我們要怎麼去... 喊出... 讓大家知道那個迫切的危機... 對啊... 激進黨只有兩席... 不夠耶... 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去讓全台灣那麼多人知道說... 我們現在台灣面臨到迫切的台海危機...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耶... 對啊... 然後一直吵... 一直吵耶... 我想說吵什麼吵啊... 這裡有什麼好吵的... 就是... 我知道大家是... 對整個局勢是焦慮的... 齁... 大家是對於現在有那種... 2018年的PTSD... 就是覺得說... 哇... 2018年重現... 寒流重現... 大家心裡是焦慮的... 可是... 但是... 你把這個焦慮的心情... 放在對內部的人... 自己在大小聲... 這沒意思嘛... 你在對內部的人... 自己在大小聲... 那時候... 我請問一下... 你在你的義溫層... 你在你的義溫層裡面... 大小聲... 但是你在義溫層裡面... 有多少票... 你有去算過... 這... 不會幫助... 我們贏... 後一到的... 選舉嘛... 我們是很想要說...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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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選情... 今年選情... 夠不夠慘... 慘吧... 慘不能賭吧... 對不對... 比今年的選情... 更慘的是什麼... 13個月之後... 總統大選輸掉更慘啊... 你現在... 還有目視...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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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危機啊 這是危機啊 對啊 啊當然剛才我們有網友留言說 年輕人沒有 他說年輕人太安逸 有一個網友 他回應說年輕人太安逸了 沒有危機感 其實我覺得 一部分是 一部分不是 年輕人有危機感 可是 真正的問題在於 年輕人對政治厭惡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去面對 我講這個一定不會討好大家 一定會被一堆人講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你是不是想要檢討側翼 你是不是想要檢討網軍 我跟大家講 很多人這次不投票 是對政治厭惡 不是對政治人感 不是不是 是對政治厭惡 對政治人感 他不一定是因為沒有危機感 他有危機他很焦慮 可是他看到政治這樣 他不想投 對啊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現在要去思考的 的一個問題 來 四十一分 我們先進一個講歌 聽眾朋友 不好意思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快樂鳳蝦 91.3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邦旺 對 以風流感 大家要注意喔 比較適用作文洗手 要掛嘴鵬 打開手要用臉座 或是手筋子 把嘴到皮裡抓下去 才是用唱片代替 跟別人說話 盡量保持一公車以上 如果稍微有流感的症狀 要馬上去有醫生化 在家裡休息 別上班 別上苦喔 風地做得好 流感的問題 就不用煩惱 以上說過 由一般關鍵書提供 為家裡結言 訪竊三三五 修理三三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 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琳 張曉博 OK 這個 這個 我們的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是這一次 地方選舉 議員選舉 結束後的首級節目 那 感謝聽眾朋友 就是你們真的很多 我們的好朋友 讓我們 溫暖 也拿我們優票 所以我們這次有辦法 用這個 一萬四千八百百十七票 張曉博有辦法 來動算三民庫的議員 好 張博洋有辦法 來動算三民庫的議員 因為我們聽眾朋友都會把我黏 你不要一直說張曉博 待會兒人投票的時候 找不到你的名字 因為 我們 我們在主持電台 最早就是用張曉博這個議名 所以就講很習慣了這樣 所以 在這邊還是要再次感謝 這個 我們的 電台的聽眾 還有很多我們今天看線上直播 我們的好朋友 我在處 必須要跟大家共調 就是我們基進 為太陽花運動之後 告進 太陽花運動完之後到現在 回到高雄 那 當時基進就是主張 我們是全台灣 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 No.1 這個 把中央東部 放在高雄 真的在地的高雄政黨 那 當然 這個過程非常的辛苦 因為你知道 在南部 資源 資源本來就南北有差距 然後包含說 媒體的這個 曝光 台灣 這不是媒體的問題 這是 這不是報社他們的問題 是說 本來台灣的 南北發展不均 就導致了這樣子的結構 那所以 我們要在這裡站起來 其實是相對困難 但是我們就是 我覺得我們天生就是一種很 很想要跟 就是跟社會作對 不是很想要 就是說天生就會覺得 如果不行 我就是試看看 我就不信不行 所以基進很常講一句話 我就不信理念沒有票 然後我就不信 在南部長不出一個本土政黨 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一旦 你讓基進活過來 你讓基進撐過去 那 我認為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突破那道高牆 那我們就會一直 能夠來 做下去 那 那 在這裡也要揮援 揮援 揮援就是說 當然這個 算益過程當中 人會來來去去 有些人會加入 認同理念會加入 那會有一些 他自己的規劃想法 那會離開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基進 之所以叫做基進 就是因為 這條路很孤獨 那基進從來不會去 因為說 為了要壯大 我為了要怎麼樣 去迎合社會大眾的口味 所以去改變自己的路線 從原本很堅持堅定理念 台獨的小黨 變成說 中華民國台灣也OK 就是說 我們走這條路 一開始的選舉就是 我們就是要走這條 燒路 但是這條燒路 對台灣來說 是重要的道路 我們就認為 這件事是重要要做 那 所以有些人會問我說 啊那個 誰誰誰 離開了 誰誰誰 不認同你們了 那這樣子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改變 你們的路線 要去想一下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張柏陽沒有改變他的路線 李鍾琳沒有改變他的路線 我們都是基進的路線 那我們有機會當選 就代表 這樣子的理念跟堅持 是有人認同的 那這也代表說 基進就是必須要在這樣的路線之下 持續的 去爭取更多人的支持 不是說今天 什麼人離開 什麼人沒在這裡 所以大家都改變自己的路線 應該要配合百人 不對不對 我覺得這不對 如果人人 林董你的理念 自己來 那是他要去想辦法 向你的理念 來靠近 來靠近 對不對 來挖過來 因為他要自己 你的隊伍 那是說人走之後 我變成說 我要去配合百人 所以我要檢查我自己的路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說 在一些 因為我 我 我很注重邏輯 我覺得邏輯就是 你來加入 是你要 你認同我的理念 你才來嘛 對不對 總不是說你覺得我才有好康 你才來嘛 你認同我的理念 你來自己我的隊伍 大家做會走 走到一半 你覺得這不是你愛的 你就走 你離開 大家保證 這不OK 這OK 這非常OK 但是你說因為 什麼人走啊 什麼人離開啊 所以我們要變成說 要走他的路線 他的路線才是對的 那這樣應該是大家要走他的 不是我要走他的 我要走他的 還是因為 因為是怎樣 因為 我們就是有堅持 我們不才有辦法動損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說 就是說這種 應該要 向誰看齊 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覺得說 基金在什麼人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大家這樣在路邊 路口一場一場宣講 廟口這樣講 然後說一張一張去說 這樣 還是走走八重 走到進 我們終於 有了 議員的席次 台南一席 高雄一席 那這不就證明了 我們講的東西是有選民認同 是大家覺得說 這條路線需要有人存在嗎 需要有人走在這條路線上 那如果我今天要去走大眾路線 那我加入別黨就好了 我老實說我加入別黨就好了 我的政治背景 我沒有政治背景 但我的政治出身 所有的參加過的營隊活動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 那我為什麼在激進 因為我感覺這條路線要有人去走 但是太少 太少 所以我走進來 其實我加伊 加我一個 算我一個好嗎 那是這個意思嘛 啊 所以 在這裡我也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 有的時候 這真的跟意識形態 跟政治立場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真的要去珍惜雪中送灘 就是在你不好的時候 如果你關心 給你溫暖的人 但是我們也不要去 你討厭景上天花的人 就是要給他們感謝 要給他們感謝景上天花的人 但是你要去珍惜 願意雪中送灘的人 這個是我這一年的選舉歷程當中 我所學到最多的東西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我自己發生很多事情 有些是不得已的 有些是我自己白目 自己不成熟惹出來的 所以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 所以也 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風景 跟遇到了很多不同的狀況 那 我覺得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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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 都是一種行動 啊 當然我們作為未來 要在我們三民府 來服務我們鄉親的議員 我也是希望說 當然 我們可以好好做 認真做 打拼做 鼓勵做 讓我們的鄉親有靈動 不然你後一次就沒有了 這個我們 我們選上 我們沒有那種在什麼 我只打算做一屆 對我來說 我來激進就是希望這個黨的裡面可以壯大 但這個壯大不是我個人的壯大 就是說 我來激進是為了讓大家因為張柏洋認識激進 我不是來激進讓大家因為張柏洋認識張柏洋 這沒有意義 這個沒有意義 如果我要讓大家因為張柏洋認識張柏洋 我就去當youtuber當網紅就好了 我也不一定當得起來啦 但是我就是來這裡就是要讓大家因為張柏洋 所以實在激進 所以今天如果張柏洋在中的這個介紹的人沒在的 但是大家認實實在是激進 要向激進行做會 這就是我的成功 如果今天大家因為張柏洋沒在這個位置 大家就沒有認同激進 這就是我的失敗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我非常強 就是 強調再強調就是 我很討厭拜神明 不是我們廟裡面的神明 就是我很討厭政敵在拜神明 崇拜偶像 雖然我也很討厭小英 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認同一個董的價值 那就是一個超越人格的 超越人超越形體的認同 你就是覺得這條路是政客的你要走 你就是繼續走 你就是要把他支持 這中 不管人 跟什麼人 都一樣 你這條路是要走下去 你懂我意思嗎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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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個選舉裡面有很多的感觸 因為有時候人來來去去 然後大家吵吵鬧鬧 風風雨雨這樣子過 我都會覺得 我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嗯 我們 我們吼 也是要 也是要靠力量來幫大家 求做會 不要靠個人 我覺得靠個人魅力去拉這些東西 齁 那些都不是 那些都不是長久的 都不是長久的事情 齁 好 那 嗯 最後 最後 就是因為今天 早上有兩間媒體的專訪 當然也有問我說 未來基金怎麼在議會 扮演這個關鍵的角色 我就跟他說 其實就是這樣啦 你基金就是一席 在高雄市議會一席 台南市議會一席 好 所以你說三民區的重大議題 齁 這個屠宰場簽建 國菜市場改建 然後什麼 輕軌黃線 捷運 運動中心 高雄雄火車站等等 好然後整個三民中 都地區的開發等等 這些東西 未來要怎麼做 這些只要是 對三民區有益的事情 我們都本來就會做 所以我不會答 你未來對三民區有什麼想法 我開始跟你講一篇 其他議員也講出來的東西 如果其他議員也講得出來 我也講得出來 那沒有意義嘛 你要基金在這個裡面 就是希望基金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 該做的本來就要做 你不會說張小博就年了 我都不要插招那個托育的 我都不插招那個長照的 不可能 該做的就是要做 這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就是要做 但是在這個基金的價格是什麼 在這個裡面 我們要去做扮演幾個 提醒大家 提醒台灣社會大眾 真正該注意的事情 基金是一個講真話的政黨 雖然有的時候講真話 會講不對 像我就是常常講錯話的人 但是 這個角色必須要存在 這是基金存在的價值 就像說 這代表全世界都在那裡說論文 說 說家事背景 說什麼 學歷 說價倫助理費的時候 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不是沒話說的 其實你告訴大家 欸 不好意思啦 你在說那些議題的時候 真的很重要 在後面的是什麼 是中國啦 是你都在說這些議題的時候 中國早就不知不覺 把手伸進來 但是社會大眾沒有感覺嘛 所以你看 你看你看 這次選舉是不是這樣 你選了之後 大家才發覺說 阿靠阿靠 選到要這樣 頭頭頭頭 阿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對啊 接下來怎麼辦 早就提醒過了 國民黨就是最希望大家 只討論市政 因為他就不用去 他就可以回避 他可以順便回避掉 他的這個立場的問題 主權意識的問題嘛 對啊 所以我現在只是在想 說也不知道檢討大家 真的沒什麼好檢討 我們自己才要檢討 我們提七個來上一格 這個是我們自己 選舉策略上的問題 這也是要檢討 我也是要檢討啦 他說真的 第一道選舉很多東西 亂七八糟 我真的是 覺得自己選了沒改 就是說 很多媚媚角角 阿大家頭人 拜訪三位不夠好 真的 那都我必須要去檢討 我很多東西沒弄好 但是我覺得 我會希望整個社會的氛圍 是大家先自我檢討 而不是去檢討別人 真的啦 我覺得這樣子 對大家的整合才有幫助 不然你知道 你檢討他 他檢討他 他又檢討他 阿這樣子 檢討一輪之後 大家都有情緒 大家都有脾氣 然後咧 然後咧 就跟這次選舉一樣 沒有人要合作 大家都不合作 你啦 你的選你的 我選我的 阿我的沒選上 阿阿阿阿 我也不會支持你 就這樣阿 大家保佑後腳阿 保佑後腳阿 對阿 所以 所以這不行啦 這真的不行 聽眾朋友 我們要辦人 讓台灣團結的人 我們 不要讓人說 阿阿阿 這道山其實是為甚麼人害的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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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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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再一次感謝我們所有我們快樂電台的聽眾朋友 這段時間 三年多的時間,讓我們的支持加鼓勵 還有很多好朋友,要為我們基進黨優票 不管是我,還是我們其他選區所有的候選人 在這裡再一次感謝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會好好準備認真打拚 願意我們可以好好反映台灣的本土議員台派議員的角色 我們禮拜四,晚上六點工節時間 空中再會,大家晚安,掰掰